第十二題 12月31日跨年前夕 下班後伊林拿著一杯熱可可走到公園 看到木耳和鐵耳 伸手摸了摸 觉得鐵耳太冷 于是选了木耳坐下 享受冬日难得的温暖阳光 看到许多人要去跨年 但伊林决定回家 已过了热血年纪的伊林 觉得还是拥抱温暖的后面被 Kazakun Kaummi 分析此人的日记 下列何者正确 A说热可可的降温会放热 环境会吸热 所以公園温度会上升 那么如果热可可降温5度 公園就会升升5度 这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的大气当作是一个热库 它可以吸很多的热 温度不太上升 放很多的热 温度不太下降 这是因为它的质量非常大的关系 东西很大的关系 所以热可可会降温 硬要说环境会吸热 但是它的温度会变化 微乎其微 选项A是错的 选项B说 铁里看木鱼的温度是相同的 这个是对的 但是因为铁的比热比较小 所以容易降温 所以摸起来比较冷 这个是错的 那是因为铁的传热比较快 所以它会把热很快倒出去 所以摸上去的时候会觉得它比较凉 比较冰 所以选项B是错的 选项猪说 空气是热的不良导体是对的 它说后棉被因为有孔气塞满空气也是对的 而能够保温发热 如果拿后棉被包住冰块将会加速融化的温度 这是错的 因为我们这个空气是不容易导热的 热不容易进来也不容易出去 所以它可以保热也可以保冷 冰块放在里面外面的热量不会进来 它就会保持它的冰块的温度不上升 所以选项猪是错的 那么只有选项C关于3 阳光的热传播方式是辐射 这个是对的 那么阳光的热量主要是靠着辐射传到我们地球上来 所以第12题问我们说 分析此人的日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关于3 阳光的热传播方式是辐射 我们下轮的热传播方式是辐射